副署長你早 我大概上個禮拜 有在衛環委員會 請教過李署長一些問題 主要還是針對 台灣空氣污染嚴重的問題 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經濟發展 問題是發展的是什麼樣的產業 造成的是什麼後果 最後是由誰買單 這些責任可能都要 把他理得非常的清楚 台塑長期污染台灣的環境 副署長你知不知道 過去幾年來 我們總共才罰了台塑多少錢 這樣問你有點強人所難 我直接告訴你 2008到2016 過去的8年 你們或者是地方環保單位處分的件數 我想這個有點難回答 因為... 沒關係啦 你難回答 我先跟你講我自己的看法 那或許你可以給我一點feedback 第一個是他根本不怕你 一而再再而三 要不然怎麼會有1414件 8年1414件 那顯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嘛 那他為什麼不怕你 你看數字算出來的平均件數也看得出來 裁罰的金額17.1萬 他怎麼會怕你 那對於他來講 他要真的努力去改善 他所有違規的事項 改善對於空氣污染 對於水的污染 對於各方面的污染 所造成的成本 比裁罰的金額還要低 那他為什麼要去改善 他繼續違反就好啦 這個是我的解釋啦 看副處長你有什麼高見 不敢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我剛剛所謂難回答 就是說 因為這個裁罰 可能第一個要看 可能跟稽查的頻率會有關係 那我們比較為難就是說 到底應該是越罰越多件好 還是越罰越少見好 理論上我們處罰不是目的 所以是希望越罰越少見好 因為他都能改善嘛 所以這個是 所以你看他越罰越多件 他有改善嗎 所以委員講說 這個每一件財罰的金額偏低 我想這可能我們要回去查一下 因為我 一下我不確定那一千多件 他違反的可能法規不同 他的法條不同 那當然對於如果說 他重複違反 或者說嚴重違反 有像委員剛剛所提的說 那你罰款比我的利得還要輕 所以他當然不怕 那現在其實我們已經 利用這個相關法令的 所謂不法利得 我們會去追他的不法利得 來我們來看看齁 現行的空氣污染防治法 針對有關於 深煤跟石油膠 那許可的規定在28條 罰則在58條 那許可的規定的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進一步討論啦 這個是我上禮拜跟署長 質詢署長請教他的問題的重點 我們先來看罰則 他違反了前面的許可規定 罰5000到10萬 如果是工商廠廠 也是10萬以上 100萬以下 副署長你覺得這個罰則 如何 我想這個是要看對象啦 如果是台塑呢 那當然對他是不夠成 對嘛 所以這樣子的罰則交給你們來罰 你再努力 你最多只能罰多少 罰100萬嘛 那這不能怪你們 這個是立法機關 當初在立法的時候 沒有考慮清楚 所以定了這麼輕的罰則 那對台塑這種大廠來講的話 他根本不痛不癢啊 那他去繳這個罰款 比他去做其他的事情輕微多了 現在接下來的重點啦 是我上次討教署長的問題啊 是按照目前空氣污染防治法的規定 中央政府有沒有權限去宣告 地方政府所頒布的自治條例 去禁燒深煤跟石油膠的這個條例 是無效的 這個是上一任的馬政府幹的事情 結果上個禮拜署長他給我的回答是說 他自己的法規解釋啊 是可能沒有辦法全面禁止 那雖然你們另外一位副署長 詹副署長 跟他抱持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但是行政倫理的關係 我們還是尊重署長 這個我都了解 這個我也不會為難你 那我進一步的 就請教署長的說 喔 原來是我們現在的法令有問題 只能夠限制 不能夠禁止 署長上個禮拜給我的答案是說 那如果要允許禁止的話 就要推動修法 我上禮拜就跟署長講 我不會讓法規的解釋爭議 成為拖延的藉口 成為卸責的藉口 所以我們已經正式提案了 空氣污染防治法 中央主管機關 就深煤石油膠 或其他抑制空氣污染物質的販賣或使用 可以公告禁止 那你要去制定許可辦法也可以 同時我母法也授權 地方政府可以透過自治條例 因地制宜因為環境治理的需要 來禁止深煤跟石油膠 對於本席所推動的這項修法 環保署的立場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因為您有正式提案 所以我想應該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會有充分的討論 那麼在這裡個人認為就是 對於是不是禁止 也許我們必須要比較充分的討論 因為法裡面它對某些事項是有禁止 有的是用許可 有的是用標準來管制 沒有我現在給你很明確的 就是深煤跟石油膠 上次你給我們的理由 署長跟我講得很無奈喔 並不是他故意的 你們立法院的法律就長成這個樣子 你要我怎麼辦 我當場就跟署長承諾 我馬上推動修法 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 雲林彰化全國的環保團體都要來立法院 來監督這條法律的修正 來環保署的立場是什麼 你不要到今天跟我講說我已經推動修法了 結果環保署說沒有啊我們覺得 那個深煤石油膠絕對不能全禁地方政府也不能禁 結果環保署的立場是跟經濟部不一樣的 我想在基本上就署裡面對於委員推動修法 我們一向都給予尊重了 那我剛剛提的只是說 就管理的效果是用禁止還是用標準或是許可來管理 對我們比較有效 這是我想在審查這個委員這個提案的時候 應該可以有比較充分的時間來討論 沒有關係啦 副組長我知道你是副組長 有些話你怕你先講了 回去沒辦法對署長交代 但是我已經上禮拜我已經很明確的跟署長講了 那你也可以把我今天質詢的內容回去帶給理署長 知道我上禮拜給他的期許是說我對他有很高的期待 叫他要硬起來 如果說我推動修法 且我環保署的立場還是反對 那我話就會講得比較重 那我就對你們非常失望 那你就大啦啦的講嘛 我環保署就是贊成 用森梅石油膠 法規要禁止我環保署絕對反對 那你也不要跟我扯一堆 說什麼現行法令你們沒有辦法禁止 講得很無奈 我說齁 不要讓法規的解釋爭議成為藉口 道理就在這裡 好 第二個問題齁 彰化牛才子工業區 他的佔地75公頃 台化佔了68公頃 他是不是屬於特殊性的工業區 那個在我們業務單位的認定他是 不過現在當然台化他在書院 我現在講沒有啦 當然我知道他的書院 但是我只要環保署的立場 環保署的立場 他是不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我們依法認定是 好 特殊性工業區緩衝地帶 及空氣品質監測設置設置標準 什麼時候制定的 最新是103年修訂的 好那為什麼到現在 到現在才去認定他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這是環保署的責任 還是彰化縣環保局的責任 這個是在整個程序是由地方提報 所以也許他在提報的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因為他標準齁 這麼的明確 基地面積只要超過總基地面積的四分之一 就是特殊性的工業區了 這個數字如此之懸殊 我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讓一個這麼明確的案子 拖了這麼久 在所有的環保團體出來抗議 彰化了居民出來抗議的情況下 拖了這麼久 才把它宣告是特殊性的工業區 副組長你覺得是什麼因素 如果行政作業要拖這麼久的話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啊 我想這個在就我初步的了解 是一開始彰化並沒有把它提報上來 所以是彰化的責任嗎 就我初步了解是這樣 好現在樹苑到你們環保署去了 前兩天有很多彰化地區的小朋友 媽媽帶上來的 到立法院裡面來陳情 有很多跨黨派的委員 跟他們一起開了這場記者會 我希望環保署能夠站穩自己的立場 能夠站穩自己的立場 這麼清楚的法規適用的問題 不要放水 不要放水 大家都在看 前面已經拖太久了 久到讓人家有一點看不太下去了 那最後一個事情 因為時間到了 我還是在提醒一下副署長 把今天我跟您講的內容 麻煩您回去跟李署長講 我希望他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 空氣汙染防治法第28條的修法 讓中央主管機關 讓地方政府都可以去禁用深煤石油膠 那你如果中央主管機關考慮特別多 你自己不敢公告禁止那沒關係嘛 你最起碼讓地方政府有這個權限 他自己可以按照地方自治條例 來去公告禁止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樣 跟雲林的鄉親 跟彰化的鄉親 跟台中的鄉親 他們有管制需求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再拜託一下副署長 是 謝謝 接下來請吳秉瑞委員質詢 麻煩請環保署長副署長